知名媒体人傅达人倡议安乐死合法化 以及我国病人自主权利法 即将在明年元旦实施 夫人圣博敏神学院宁永兴教授 应邀针对安乐死的议题发表演讲 首先他说明何谓安乐死 这个是我们教会很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安乐死 是指的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所作为 给他毒药或者是有所不为 该给他养分跟水分故意不给 有所作为跟有所不为 这些作为或不为的本身都会导致死亡 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要让这个病患死亡 给他毒药就是要让他死 不给他应该有的东西也是让他死 所以我们会讲说杀死他或者让他死 是一样的事情 那因此用安乐死的发生是在于意象跟所运用的方法 你想要你做这件事情你想要得到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叫意象 中学院的同学应该都要记得这个事情 这是你们一年级的期总考的题目 你做这件事情 你要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是你的意象 在安乐死里面很清楚就是让这个病患提早的结束他的生命 那用的方法 你用什么方法注射毒药或者是拿走他应该有的东西 李武新教授清楚地指出 我国明年即将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力法的条文中 存在着包含属于安乐死的部分 比如说是植物人或者是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 或者是极重度失智的人 他必须要靠人工营养跟水分来维持他的生命 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是一个好好的人 那我们可以为了让他所谓快速地解除痛苦 就把他给拿走嘛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教会已经很清楚讲这是个安乐死 那么第五点也是就是我开场的时候讲的 如果痛苦难以忍受 无法治愈 那依照当时医疗水准没有办法去解决他 那我就不要活了 明明我还没有进入死亡的过程 我还没有在临终前 我就提早结束我的生命 用被动消极的方法 那还是个安乐死 有关安乐死 宁教授分别以教宗的权威 以及信礼部的角度 说明教会的训导 那我们来回到看看我们天主教会的训导的基本原则 若昂保乐是在生命的福音这个通议里面讲 在这个生命的福音通议里面 若昂保乐是三次用他的教宗的权威 不可以错误的权威宣布了这个道理 第一次他说借着基督赋予博多路及其继承人的权柄 并在天主教主教的共荣当中 我肯定直接且故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是严重的不道德 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生命福音通议第60号讲 然后第二次是在后面 他讲到的是堕胎的问题 那堕胎问题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 第三次他讲到的是安乐死 他说与各位前任教宗的训导一致 并且在天主教会所有主教的共荣之下 我肯定安乐死是严重的违反天主的法律 因为那是故意杀人 是道德上所不容的 这个教理是基于自然道德律 和行之于文字的天主圣言 为教会传承地达 是一般的普遍的训导权所讲奏的 讲了那么多话 就是在讲他以教宗的权威定断 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 是严重的不道德 堕胎是严重的不道德 安乐死是严重的不道德 这是我们教宗若王宝二世讲的话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信礼部 对安乐死的声明里面讲 必须再一次的坚定的声明 不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杀害无辜 无论他是胚胎或者是胎儿 或婴儿或者是成人 是老人或患不治之症而受苦的人 或是僵死之人 此外任何人不得要求毁灭生命的行为 无论是为自己或者是交给他照顾的人 同样任何人不得明确答应或默许这个事情 任何权利也不能够合法的规劝或允许这种行为 因为这是违反天律冒犯人性尊严是反生命的罪行 也是对人性的打击 这是我们信礼部的说法 他继续讲下去 病人因为长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 有人会为了存个人的理由或其他原因 以为可以合法的为自己或为别人请求结束生命 虽然在这个情况下 个人的罪过可以减轻 或者甚至可以完全无罪 可是这个良心所做的错误判断 即便是出于善意 也不能够改变安乐死的谋杀行为的本质 后面我就不念了 你们自己看 教会很清楚的讲安乐死 就是讲一个重点 安乐死是不道德的 他是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不管他再痛苦 所以教会认为安乐死是不对的 为了清楚表达天主教会反对安乐死的立场 令教授以美国一位植物人名叫泰利维利做了说明 如果各位去网络上面找这个泰利女士 你会发现他的头还会动 他的眼睛也会动 他会发出声音 但是他没办法跟你沟通 但是他的家人都说他们可以沟通 那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 他们自己的得利子 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家人变成了植物人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简单的沟通 甚至可以了解 他们只是不能自己吃东西 自己喝水 所以需要我们提供给他 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撤除 或者是停止的话 他就会因为这样的行为而死 我们撤除的目的也就是要让他死 他这个泰利的先生也就是要让他死 所以这不是安乐死 那什么是安乐死 这是被动消极的安乐死 该给的不给 所以这个美国主教团问了信尼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除非这个病患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吸收 或者是喂食的时候会造成病患身体严重的痛苦 否则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给予植物状态的病患 就是所谓的植物人的病患 食物跟水分 无论用自然或人工的方式 是吗 这是美国主教团问信尼部的问题 信尼部的答复很肯定 是的 即使是以人工的方式给予食物和水分 原则上都是维持生命普遍的与相称的方法 因此只要病患的身体 因所供给的水和食物达到滋润或滋养的目的 我们就有义务要给予 病患若因为饥饿和脱水而受苦及死亡 都是不被允许的 信尼部没有说 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非给不可 是如果给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他的身体也不能去吸收了 而且给他的时候 这个会造成病毒 本身很大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不该给 不能 如果你已经吃很饱了 还要强迫你再吃一顿饭 你一定很难过我 一样的道理 但是在这个病患是个自然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很严重的问题 给他养分跟水分 也不会造成他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有义务一定要给 那美国主教团就问了第二个问题 一个正在被以人工方式 给予营养和水分的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患 一旦今合格医生 以道德客观标准诊断为 永远无法回复意识的时候 他永远不会好起来 但事实上我们常常会听到 新闻会会报道 有的植物人经过了20年之后 突然醒了 那我们说感谢天主 这次奇迹出现 基本上他要醒过来的几率不高 但是他也不会真的死掉 除非我们给他饿死 或者是给他渴死 那美国主教团问 可以将他的人工方式给予营养分跟水分中止吗 心理部回答也很肯定 不可以 那心理部进一步的说 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患 是一个拥有基本人性尊严的一个位格 一个person 因此必须得到普遍的与乡称的照顾 原则上包括得到食物和水分 就算是采用人工的方式 也要提供给他 因为这个病患 就必须靠着我们提供 不管是人工或自然的方式 提供他养分跟水分 他的生命就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那在很不幸的 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 至少有三种的病患 还没有进入死亡的过程 那也就是全世界争议最大的 他们就希望用这种被动安乐死的方式 提早结束这些人的生命 那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也很清楚 就是讲的就是这个 尽管照顾默契的病患 为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 但我们没有权利 结束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刚刚上述讲的各种的 痛苦负担也好 不管什么 我承认都很困难很辛苦 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足以 让我们有权利去杀死另外一个人 这是最重要的 那这就是十字架 如果我不想背了 我就会因为我的痛苦 我的负担 我就用个方法把它处理掉了 好像就没事了 可是问题是 那是我做的事情 我把一个人 一个五呼的人给杀死了 那这是我做的事情 我将来要面对天主的 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 是 我也做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打得到 我妈妈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判断 我可以用一个人 听估电